就是说国民党如果他的实力跟民进党接近的话 或许柯文哲会让步 但是差距太多 纵然柯文哲想要让步 你还是输的话 那只有兄弟邓山各自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实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我人现在是在外朝 那预计在今天的傍晚 我要帮严清彪的儿子 严宽恒助讲 那各位也知道 严清彪是我的好朋友 那他儿子要参选 我就不得不南下 在高雄 在台中做节目 那今天我们是要讲 就是说蓝白分之后 那现在呢 无论是民进党 无论是国民党 无论是民众党 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如果菲律联盟 侯友宜跟柯文哲想要胜过 民进党的话 他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谁能赢过蓝清德 第二个 谁要气宝 就现在的局势来看 显然 国民党是要操作气宝效应 那气宝效应就是 气科保猴 这个问题 在台湾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 包含民进党重量级的人物 都在讨论 说赖清德不见得稳定 如果国民党操作气宝的话 有可能赖清德会输给 侯友宜 赵少康乃也讲 就是说只要把柯文哲的民调 达到20%的话 那民进党35% 他就能够以45% 赢过赖清德 所以这一些讲法 就可以看得出来 非绿阵营里面 非要操作气宝 才能够赢过绿营 那针对这个问题 我跟各位讲 台湾有史以来 有三角都作战 除非国民党的参选人 政治实力很强 否则必败 我们先来讲 2000年的三角度 连战宋楚瑜跟陈水扁 结果连战切不掉 那宋楚瑜以3%的差距 输给了陈水扁 况且这个中间 最后的变化 尤其是最后一个星期的变化 那个时候我在帮陈水扁的时候 我们就明显的看得出来 他跟宋楚瑜之间相差了3% 结果投票出来果然是3% 那这个是2001年 那到了2012年的时候 是马英九宋楚瑜跟蔡英文 那个时候 因为马英九的实力还很强 所以他并不理会宋楚瑜 结果马英九获胜 可是他跟蔡英文之间的票数的差距 就到了只有60多万 将近50万 这个是2012 那2016各位来看 朱立伦 蔡英文跟宋楚瑜 结果国民党输 我们再来看2020 韩国瑜 蔡英文跟宋楚瑜 结果蔡英文赢 韩国瑜输 就是说在整个三角度 你要操作气宝 除非是大党有益如此 否则你想赢是非常的困难 那其次我们再看小的区域 陈水扁 赵少康跟黄大洲 结果呢 还是陈水扁赢 那我们再来看 柯文哲 姚文志跟丁守中 台北市长这一场战役 各位看看 又是柯文哲赢 然后我们再来看 蒋万安这场战役 蒋万安这场战役是比较特殊 因为蒋万安也好 陈水中也好 黄珊珊也好 各位仔细去看 那黄珊珊的票是跟陈水中是联动的 所以呢 蒋万安可以用42%的拘力 击败陈水中跟黄珊珊的20% 我们讲这几个三角度 各位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气宝效应 只有大党做得到 像丁守中 柯文哲跟姚文志的那次 如果不是蔡英文暗中支持柯文哲的话 坦白说柯文哲必败 就没有今天的柯文哲 所以我们可以看 像现在还有一个三角度 就是沈慧宏 林根伦跟高宏安 如果不是朱立伦操作 操作气宝的话 高宏安未必选得上 所以我们看小区域的气宝 比较容易实行 大区域的气宝 就要看基本盘够不够 那现在我们看 所谓的气宝效应 国民党难是难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国民党自己的基本盘不够 因为在台湾 绿大于蓝的基本盘 从蔡英文执政以后 就引经垫定 这个是国民党改变不了的事实 不管民进党他做的怎么差 至少他的基本盘是稳固的 所以除非是民进党的基本盘 很松动 否则的话 你要操作气宝是很困难的 那第二个国民党是不太了解 民众党的基本盘究竟在哪里 但是民众党的基本盘已经看得出来 柯文哲他个人的人格特质 他赢过了民众党的基本盘 大概赢过了5% 如果我们用17.3这个数据 那赵朝康说要打到20以下 是非常的困难 你可以把民众党打到15% 但未必能把柯文哲打到15% 所以呢他想要操作这一块 除非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实力接近 他可以操作 如果国民党还有跟民进党 还有一段差距的话 他要操作气宝是非常的困难的 这个是一个 那第三个就国民党自己本身来讲 国民党他的基本盘的流动性是高于民进党 所以最后就是要看国民党基本盘 他的回容率高不高 如果高的话 或许还有半线希望 如果不高的话 不管怎么操作气宝 两个都会被气宝掉 两个都会输给 赖金德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这个问题 在台湾里很多人讨论 因为有党派的立场 都把他的眼睛都给蒙住了 我们拿这次的蓝白盒来说 就是蓝银90%的人都认为会蓝白盒 柯文哲最后一刻都会低头 只有我从3月4号一路讲到今天 我说蓝白绝对不会合 结果呢 我赌对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赌对了 我很高兴 而是说当你党派的立场 遮掩了你的眼双目以后 你很多形式看不清楚 反而不如我们从局中或者局外 去透视这个蓝白盒的一些问题 反而看得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讲 国民党要操作气宝 是可以 但是国民党 他最大的问题不在科文 而在自己 我再讲一次 国民党除非他的民调 已经跟民进党接近 否则的话 他想要操作气宝 你还有5%或者6%的差距的话 你想要操作气宝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不管气宝与否 国民党真要操作气宝 问题是在于自己的实力 能不能跟民进党并驾驱驱 而不是靠科文哲来帮你打仗 而进行所谓的分进合集 事实上这个分进合集的观念是错误 就是说国民党如果他的实力 跟民进党接近的话 或许科文哲会让步 但是差距太多 纵然科文哲想要让步 你还是输的话 那只有兄弟邓山各自灭敌 不许科文哲会有限之后 感谢观看